Hello!大家好! 习拜会,这个词我上次讲过了, 文字游戏,讲习拜会是语病来的, 即是习近平的拜会人家, 你讲拜习会又不对的,总之不要理了, 总之你叫做习近平与拜登视像峰会,OK了。 为什麽今天又讲这个话题呢? 我以前采访很多这一类的国际新闻, 大家每一次出来看它的公布等等, 很多有经验的记者都告诉大家, 你不要单单看它公布的那些, 你应该去焦点放在它不公布, 或者是漏了一句没有详情, 大家就要注意那些了。 今天我就跟大家去看看, 或者你说我估一下,或者观察一下, 它今次两国的领导人碰面之后, 有些什麽是没有对外讲的。 即是说它有对内讲,而没有对外讲, 但是反映了两边的取态, 这些才是最值得观察的。 好了,今天我聚焦讲一个话题, 就是突然间有消息讲, 即是美国那方面在两个领导人碰头之后, 美国放消息出来,都是高层的, 他们那边的国家安全顾问, 即是苏利文等等。 它放消息出来,其实两个人谈过, 军控的问题,即是军事控制, 不要扩张,大家有没有需要坐下来谈一下呢? 这个话题是很敏感的, 但是似乎在两边的公布裡面是没有提到的。 跟着美国放消息, 跟着中国在这方面就说, 关于这个会议的公布已经对外讲了, 我们没有补充, 他又没有否认别人那些内容。 也没有讲这些报道是假的。 这个姿态显示,很可能真的谈过, 但是大家的取态不同, 美国认为将这些放出来, 然后制造对中国的一个压力, 最少舆论压力。 而中国是一直避的,不想谈这个问题的, 从特朗普的年代,已经到现在不想谈。 所以,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说, 我们不评论猜测性的报道, 跟着就讲没有补充。 这一个就看到有些巧妙的地方了。 好了,我们不妨可以看看, 为什麽美国是这麽刻意, 他们要放消息出来, 我们双边谈过军控的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美国亦都看到中国在军事扩张上面, 中国基于自己的需要,不断扩张。 你看看航空母船, 现在大大说,如果未来发展最少三艘, 即是你还有编队, 一般航空母船还有十几艘至二十几艘的编队, 你才可以成为一个航空母船群, 才有战斗力的。 因为航空母船是不能打仗的, 它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海上的活动基地, 提供军机等等, 它自己本身不是拿来打仗的。 现在看到中国的空间战术其实是不断强化, 而且那个力度的增幅是很大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中国的电脑战, 你看现在中国很多网军等等, 其实是追得很快的。 而大家看到太空, 即是现在上河十几, 或者天宫三号等等。 预示着中国的空间遥感技术是上升得很快的, 你日日打导弹, 压制都是讲空间裡面的控制。 所以,美国为什麽要很刻意、很急于、 以致很大力去推动中国, 大家要坐下去谈论军控问题呢? 所以,这个是美国大家看到的,是要注意的, 如果不是,那个危机就大了。 从中国的角度就说,如果我跟你谈, 因为现在中国仍然处于弱势, 尤其是你即使真的现在打起来, 中国无论是军事实力,或者是经济, 或者是战争的理由,国际舆论等等, 中国仍然处于弱势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裡面,中国当然不想跟你谈, 一谈,你就变成了一个谈判桌上了。 大家想一下, 为什麽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慢慢上升到, 所谓八国工业集团,当时是G7,七大工业国, 已经看见中国都上升了, 邀请中国加入成为八大的工业国。 当时中国不肯, 只是曾经试过以观察国的身份参与过, 到后来,因为我入了你那个圈子裡面, 我就会受你这个圈子的制度,各种的束缚了。 后来俄罗斯去, 俄罗斯都不一定是跟你很朋友的。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中国在郡雄,以至再远些些核扩散。 这个再早些些, 我记得我80年代在英国, 当时去采访,我直接采访戴卓尔夫人的, 我问过他一个问题的, 就是当时中国是不愿意去参与核不扩散的条约的签署, 戴卓尔夫人,你怎样看? 当时戴卓尔夫人的答案, 就是说他认为有负责任的,应该签署, 他都讲得算是客气的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中国,你不签,其实是不应该的,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就是我一签了,我让你绑住, 那便不签了。 现在的情况同样是在中美之间的军控上谈的, 所以大家看到, 各自有各自的考虑。 好了,还有一件事, 我们马上想起当时美国与前苏联, 是否同样谈过军控问题? 甚至上当时还在星球大战, 列根总统那时制造了一个星球大战的假象, 苏联将很多钱扔了到星球大战的部署, 他很可能觉得这方面是威胁美国的一个杀手间, 而到最后美国, 列根后来自己讲,我就是用这种假象来拖垮苏联的经济, 跟着到戈尔巴喬夫,已经是碎落了, 到戈尔巴喬夫跟美国谈那个核, 互相撤消核弹等等的时候, 美国认为当时是实质的谈判来的。 为什麽呢? 因为当时的苏联已经没有牙力跟美国砌了, 所以它又要退, 即是说我销毁多少核弹头, 美国销毁多少, 既是释放自己的一些经济的负担, 同时亦都令到两国的关係,即美俄两国关係缓和的。 而美国它自己, 好,我现在仍然是赢你的, 最低限我经济赢你, 你现在是逼到你要跟我谈核不扩散以至烧毁核弹, 美国是怎麽主导的? 跟着美国就说,你说撤销,我都可以撤销, 因为美国很多,大家军事上都知道, 你估那些核弹是永续可以用的? 等于你普通那些炸弹,你过期就没用了。 而且大家互相撤销核弹头, 对美国经济都有好处的, 所以美国认为那时候是实质性的会谈, 但今天跟中国谈论均控, 它认为不是实质性会谈来的, 因为你谈完之后, 中国说我会均控了, 我不会發展什麽科研,什麽导弹,我不發展了。 美国的心目中,它觉得, 现在中国跟当年的前苏联的想法是不同的, 是吧? 你讲了,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来的, 因为中国现在自己的判断是上升着, 它一来,我刚才已经讲了, 它不会在这个时候跟你谈, 然后将自己绑在中美之间的什麽军控协议之类, 它不会这样的,而即使跟你谈, 都是缓兵之计而已。 所以,今次的情况就是完全很不同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美国怎样做呢? 它又不可以令到中国不發展军备的, 所以有两个动态, 值得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去看国际问题等等, 有时真的要跳出香港,跳出中国, 因为人家在做一个部署, 一定是不声不声就吓你一吊的。 我都说我们是书生, 我也觉得中国那方面, 军方、高层自己都心中有数的, 只不过是说既然新闻出来了, 我们不妨可以从新闻角度研究一下。 好了,哪两个现象是要注意的呢? 第一,就是国际上不止美国, 其他国家都担心中国的军事膨胀, 随着中国的经济不断提升, 自然会将不少的精力放在这一个军事, 然后军事能够震慑对方, 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發展经济。 这个不是中国的轨迹,是很多列强以前的轨迹来的。 英国船坚炮来打中国, 跟着日本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它经济很快的復甦了, 跟着它也强化它的军队, 现在不是智慧, 现在实际上是有能力出击的。 你看看近代史上九个列强,九大强国, 都是走这个轨迹,中国都走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其他国家都害怕的。 所以,在国际上, 除了大家看到公开的经济上的合纵连环之外, 还有一些是看得见的军事上面的联系, 以及看不见的军事上面的制裁。 我为什麽这样讲呢? 公开看到的,五眼联盟, 跟着那个AUKUS, 即是澳洲、Australia、英国、UK, 还有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裡面分别进行的军演。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这些不会是实质的。 好了,我想讲的是什麽呢? 就是大家看不到的, 实质上在互相在台底, 或者在世人的视野之外, 是进行着另外很多的军事控制的卡位战。 其中一个刚刚又爆出来的, 就是意大利了。 意大利怎样跟中国争? 意大利经济上面就要跟中国朋友, 但是在国际外交、军事上面, 它一定是西方世界阵营的。 好了,新闻是怎样呢? 原来中国透过一些非官方的公司, 亦都是非军方的公司, 两、三年前静静地收购了意大利, 一间军用的无人直升机的企业。 无人直升机国内都很强, 大疆那些民用的, 全世界都它生产和质素都很好的, 但是军用直升机无人的。 这个中国还是研发之中, 有的了,你看到它最近在国内看到的片, 大疾一点的,不是玩个模型机那样的。 原来意大利有一间, 三年前不知怎样卖给一间公司, 我稍后再跟大家讲什麽公司。 现在意大利政府发觉了, 它说已经三年前没有发觉的, 因为是隐蔽,转弯转弯。 现在意大利政府就说这个有问题, 开始提出终止这些交易。 原来这个不是第一次的, 这是第三次, 意大利政府发现了背后有东西, 然后去喝止与中国有关的收购项目, 这是第三次了。 当然,我亦都不妨可以讲得详细一些, 这个很可能是外国自己所谓杀野, 即是离横尼, 明知道不是他们讲得那麽严重, 但是现在要卡中国, 找一些理由出来。 我也都不排除这个理由, 但是现在从看到的资料裡面, 看到这一间企业因为它涉及的技术, 是曾经在阿富汗战争裡面用过的一种技术来的, 无人的军用直升机。 这个技术按照现在的资料, 就是说中国未有这种技术, 或者效果不是那麽好。 好了,我引述一个可以引述的, 就是荷兰经济情报公司, 这个等于很多顾问公司而已, 它的名字是什麽情报, 这些外国是很流行的, 其实是一个商业顾问,你说怎麽都好。 好了,它说今次这一个交易或者收购, 是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战略, 我引述那些,你可以说它错的。 我亦都曾经希望找过中国的一些专家, 人家那麽讲是不是, 当然没有答案的, 变成这是fair comment来的。 好了,接着后来再找下去, 因为我讲这个是3年前, 即是2018年2018、2019那麽上下, 原来这个事件透过一间公司来做, 这间公司是什麽呢? 据他们的资料,是香港公司来的。 但是你说香港公司不一定是香港人, 或者不一定是中国人的, 还是说是中国人,是外籍的中国人, 还是外籍外国人,没有资料。 总之就是透过香港的一间公司。 好了,你说很正常而已, 但是那时候意大利政府不知道, 跟着就是意大利后来试下试下, 就發觉到有少少巧妙的地方, 就是你收购很正常, 但是收购价是高于市场股价是很多倍,是吧? 你究竟是因为它值得, 我就出高价去买,竞争激励了, 我就出高价去买, 有没有什麽可能呢?又有, 但是大家说现在高出的价钱,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以10倍, 这个就跟着大家去想了, 市场是对的, 但是如果是经过那麽多的转折, 来去进行这些国际收购, 是自然引起大家的观察、关注。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得出什麽结论的, 我只不过新闻出了来, 官方可以否认这些新闻的。 好了,我跳出了这个事件再看, 国际上有很多这一类的有些古怪的交易, 不止中国的,很多国家都有, 让当局去发现, 多数后来发现了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这些转弯转弯再转弯来收购, 是国际常态来的。 外国都是这样的, 外国我不想让你知道, 我这些钱是政府出的, 于是转转转,转给A企业, 转给B企业,转给C企业, 到最后由C企业来买, 是很容易的。 当年中国去买航空母纳的银,明斯克号, 都是透过一个港务商人的名义去买的, 然后就拖拖拖拖, 由乌克兜兜过大湾拖回来的。 所以,这个就算明了, 原来是一个国际常态, 还有很多这些,你根本上日是找不到, 一定是那些什麽商业、什麽间谍、情报, 我们只不过沽望言之、沽望听之而已。 另外一个原因,或者可能性是什麽呢? 就是洗黑钱。 我不是讲今次这件事件, 我都说是这个国际常态, 某一批人想去有笔钱是要洗掉的, 当然要找个项目了,是吧? 如果不是,怎会是高出市场预期的价钱裡面, 数以十倍计的呢?是吧?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可以解释的理由。 我都没有讲哪一单是哪一单不是的, 只不过是由微知著,国际上是这样的了。 第三个出现的可能性,就是中间人不断希望买卖成功, 因为中间人一定有回购的, 尤其是高的回购, 去到这些来讲的回购一定不是银猪来的, 一定是多的了。 所以,这个大家就看成一个市场行为, 或者商业行为,从某些人或者当事人来讲他是这样的。 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我就说,今次习近平和拜登谈这个军控, 美国后来希望创造过舆论, 然后绑住中国,有谈的, 你不要经常回避, 这可能是一个宣传攻势来的。 我刚才讲过,美国另外在做的一些做法, 亦都是希望在军事上面, 能够制约中国,不要弘胀得那麽紧要, 除了国际上面,除了意大利, 可能还有其他,没有爆出来而已。 另外一个是怎样呢? 你以为美国又有没有与中国军方公司做生意呢? 我想,不知道, 只不过是说大家估计一定有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现在坊间传一个新闻, 大家有没有發觉美国去制裁中国企业的时候, 由第一批到第四批, 基本上所谓军方企业没有什麽的, 即使是跟军方那些是有业务联系的, 譬如像华为,美国就拿着它,是军方公司, 中国说是民间公司,是民营来的。 中国的军方的公司是有三类的, 一个是军联,即是有业务联系的, 另外一个是军参,军方参股, 但是不是控股,第三是军控的公司来的。 你看美国的制裁, 那麽多中国企业的国人,军控公司有哪间呢? 似乎未见到。 好了,现在开始,有消息讲, 开始到那层次了, 说明什麽呢? 说明美国也希望影响中国的军方的利益, 从而令到中国的军方, 它自己本身去思考, 说你想继续与美国做生意得利的, 那当然大家谈了。 如果你是忠于习近平的, 美国就很可能开始有的放肆了。 这个只不过是市场国际上面一个观察的方向, 是不是这样做呢? 或者美国做不做到呢? 我亦都怀疑的。老实讲, 作为中国军方, 它又会不会那麽轻易跟你美国谈, 你说给我继续在美国做生意等等, 美国的承诺在中国军头的眼中, 又是否可信呢? 跟着现在国内那裡一定是给很多利益给军方了, 然后军方去看,到时看看怎样。 而军方一定是看中国的政情为主的, 这些真的不要那麽戏剧化, 就是以为我引你,拉你出去, 过去那裡一定是听话或者电捷。 我经常觉得我们去讨论问题, 真的要看得很实在, 不过有一些迹象可以作为家常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 就是怎样呢? 今次刚刚六中全会举行完了, 六中全会举行完之后, 大家在观察究竟到今时今日, 军方还未出来表态。 所谓出来表态就是说, 我们要学习,六中全会裡面什麽什麽什麽。 你看香港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已经一声跳出来了, 你看他那边稿。 过去不会跳得那麽快和那麽积极的, 但对比现在军方似乎未, 我不知道是什麽原因, 或者过两天又会有的, 我只不过对比一下, 大家不妨对比一下的, 就是在习近平、习核心, 在2018,如果没有记错2018, 即是18届的六中全会, 那时候已经是习核心出来了, 跟着各大军区、各大兵种, 是纷纷表态是支持习核心的。 习近平刚刚上台,2012年上台, 没多久,又是各大军区, 当时还未军队改革, 纷纷表态支持习近平的领导, 跟着18届的六中又有的, 但是现在暂时未见, 所以我是很清晰地将这些现象摆出来, 我不快就可能过几天就有,是吧? 所以,这一个就是预视着, 美国他现在都希望在军队跟习近平关係裡面, 是希望做到一些美国称心如意的事, 但是是不是那麽容易做呢? 我经常讲这些来讲, 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所关注到, 或者所影响到的了, 我们只不过是说, 从习近平跟拜登的会晤, 跟着双方一方面放消息, 一方面说没有,缩在一边, 或者不补充, 裡面就带出这麽多话题, 然后,从民间的角度, 我们经常讲, 你国际上怎麽斗都好, 中国利益, 美国就维护它, 中国当然维护中国利益, 从民间的角度, 你就不要伤到民间, 尤其是不要借外打内, 影响了香港。 我经常讲,香港可以是中美国利益的卸力点, 为什麽是无端端要将香港作为了一个国际中美斗争的战场, 你到最后, 香港无论谷多少钱下来, 到最后都受伤, 这个是长远的, 香港这粒东方明珠打烂, 对中国没有好处的。 所以,我重点在这裡而已。 今天跟大家分析了这个问题, 只是一句话继续观察, 到今时今日,中美的角力还是很长远的, 所以还有很多话题,日后跟大家分享。 今天暂时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